记录的话是明敏的机甲 这个基本不像了 这局用车和之前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期待一下今天各位行者的一个发挥 来看一下起步 起步六车这边挡了一下你 但是悟空起步是有点慢的 起来还是很快啊 蓝先跟住 还是只有六轮 而且就被阿尼 就被卡到了 对被人卡了一下 看起延续出问题了 这段路虽然能够跟上 但是两个裁决者倒是都在一个比较靠谱的位置 其实刚才呢蓝是短暂的反朝了悟空 但是因为这个赛车的劣势还是要被超回来了 是的 如果说他能把悟空给卡住的话 其实阿尼也后边还有个堆 你看这里速度直接超过来 再次进入到一个失误点 哇 在今天的比赛 六轮在这个弯道没有出现失误 哇 这个入弯有点着急 但是还是一个ECO 进回来之后落地的WCWW 后面六耳失误了 没错 不过从小局上来看的话 蓝现在和六耳之间的一个距离也不是特别的近啊 是 哎呀 悟空在开局的20秒的时间吧 其实一直处在 在选一个人服了 对的 都不可能选 来看看开局 开局阿尼的这个侧身 并不是很理想 没错 这一边 但是 拨打拉过来之后 车辆会合一下 蓝还是在GCC的那个位置 对 在前面三分之选手 悟空这边和阿尼有一个小碰撞 蹭墙了一下 关键有点速度 这样的话 现在二个PERS 选上一个双领跑 BCO阿尼一边先补销 阿尼PERS 依然是出现一个双领跑啊 这招图 他们确实跑得稳定性很高 就拿分率也很高 在民次应该是出现一点小变化 现在悟空抢在第一名了 刚才木板桥那里 是六尔直接给让路车 你这是这段路 BCO前后反超 对 趁着转过来之后 现在可以进入路口 他六尔这个位置妖怪 还能够卡位 这里用一个弹射 反倒是六尔收到了一些组号 车里边也都是胜益CEO的 这里落地下来 路线不是很好啊 直接撞墙 直接刹车点停 小变图上是三个点 对吧 知道 那确实蓝的话 可能他都不带出远了一点点 是 就这张不想让蓝跟上 根本就有点难 根本不可能 不过这个感觉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来到冬季室内 包括秋天后半段的时候 他会不稳 虽然刚才是一个对抗 所以说导致自己车身落下来的 是 会不会是一堆的点 乌峰这一边 呃 成绩跑得破 看下最后一个冬季的时间 14秒94 也很快 对很快的一个成绩了 对 那边 实实没法行 对 要选一个苏格篮场 确实太难了 确实 不 安迪他也 他肯定也会想破纪录的 对 哦 这张图是自己的 所以没必要刷 但也不是啊 这张图是自己的 拿纪亚多刷一点 后边人不是更难打破了吗 是吧 也想不到悟空 也直接拿出了机箱 也是 算计好了 他那也 这也太好了 一个ECU冲过来 紧接的 已经和前车蓝海距离了 前期的淡系节奏 对阿倩来说 其实是比较舒服的 哎 嗯 自己卡这边上强了 对 这张图其实我们对蓝 应该还是有一点要 要放心的 这张图 对 对 就虽然说可能 还是几件成绩不如其他 是很快 但是不应该是太低级的抓地失误 对的 看过来单身34秒61 这张图对于乌宫来说很小六 对 应该也不太会出现失误 这把有了呀 对 武板条都搭上了 这里 下来之后再多个人元旭 这个机甲速度还是快 是的 这里再一眼 X3T 来到最后阶段了 基本是内只要之后的飘飞 不出现失误就可以随便刷刷 1分27秒05 还记彼得我们在常规赛第一周的比赛 空空就是他使用机甲伏伏是最多的 尤其是在solo局 这时候一局用两次 1分27秒05 机甲 短时间内应该是没得刷了 之前的机甲嘛 1分12秒24 西湖 阿尼第二 你看他俩 悟空第一 阿尼第二 悟空第三 对 俩人就一直在刷这张图 1分13秒97 还是宁清拿到了永恶君主跑的 看一下能不能够把悟空的记录图再给刷回来 但如此 2分4分3分14秒 沟通 3分 2分14秒 平约 4分14秒 6分15秒 3分14秒 这是 这分15秒 阿尼 大约 7分15秒 2分14秒 2分15秒 4分15秒 其实没做太多的进攻准备 单就是对手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了 是的 这局很顺啊 是 一会儿先看一下单圈到底是有多少 现在跑到这里32秒 37秒5 后面六二和悟空根本够不到 这里飞过来但检举是没有失误的 虽然看着很惊险的路线 但是万无一失 车有点快 不太好控在一个路上 走起来之后 已经来到了最后的飞跃阶段 1分12秒24的记录 感觉应该是没有很难啊 1分13秒30 一个转换 那这局比赛的话 想要完成依然是樸台可能 荣量机甲 宠物不一样 是 冒击之和圆梦之心 鸡价宠队新宠 1分32秒 1分32秒33 狼队凝轻234 哎呀但两辆击甲的话要打架的 这俩万一说稍微磕两下 可能俩击甲全都完了 然后记录还没破 对 咱看一下开局 哇怎么越慢一球啊 这么起步很快啊 而且六二天挡在悟空前边 你这得让吧 你不让 哇这里的一个 你真让啊让阿妮啊 这两个人路线重叠了 导致了自己在这波完全没有的选 阿妮又还回来了 对 这一下没弹出来可难受了 那他记录 基本是可以说是没有了 那很难 哇这个出弹是真快啊 我的私 Splash 但是要推破的 我给你 해서 你也 ​ 那我也有点 我给你当时 我觉得 你给你了 没有了 你个人 有点 你个人 你ัdal 你把你让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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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反正能赢啊 就是一看一看好不好看 你看昨天啊 对手又强 跑的又快 你今天一松懈下来 跑不出昨天那种熊子鹰发的感觉了 那六二 那输入也有点多 六二在哪儿 哎呀那第三个成功点是吧 最后还是跑了一个 一分三十一秒九七 哇 热悟空 阿尔法总部 现在是悟空的了 蓝能完成吗 哎呀 还是快了0.4 他 看下涛云剑阁 来了 开机起步 第一个氮气开出来之后 不上墙了呀 好像是阿姨啊 不是蓝 这一个弯道让了出来 蓝这个时候就想放龙点风吧 是啊 这一个龙点风 绝对三个人全想 对 躲都没发躲 哎呦阿尼里边冲了一下 你看 其实 这 最有边的一个小科砰啊 导致俩人全都有点失误 但是阿尼其实自己的问题更大 对这局 只能怪阿尼 他刚才失误了之后 连带到了蓝 其实这也是我们担心的点 就这几天的比赛 对阿尼有66耳机位上想 对阿尼个人来讲 会不会导致 他的一个竞技状态也有很下滑 是啊 这才两点半啊 刚吃完啊 你说就是还有点 绑还有点困 对啊 怎么回事啊 古空一个人在这里跑得非常的顺滑 他这个单圈是41秒6 蓝眼能跟上吗 看最后的一个充电时间 1分2 20秒16 二十秒16 阿尼AO差一点 还有桥桑回来了 这这能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 1秒进了 2分 那还剩下 两张图 一张图 这俩人复盘的 来说刚才是你小子给我撞下去的 为什么你要撞我 这局我本来能够再 再多拿两分的 你不撞我 可能我就再快两秒充现了 好不容易这张图我熟啊 是啊 转了半天选一张我熟的图 那就要看最后要怎么考虑了 也没机会视天掏剔 反正也是后边没图了 是这样的 这段路直接两个烂气很舒服啊 啊 他ECU还没放 掉下去了 对 我以为只要是放了ECU再冲了就更亏 阿尼在第一位 然后后续还有加斯在 这会儿再踩一脚 但是这里的话还会被拉开 阿尼有主攻喷 下来之后 下来之后 进入到第二圈 后边悟空 已经超到第三位来了 这局也能跟上 对 以后再释放出来 这一次后边悟空是没掉的 还留了一个 这六二也跟上了 他现在速度已经变加到一通的成果了 几分现在坐下进攻 完成了反超 刚才把阿尼稍微刻到墙上一下 后边悟空也上来了 这里直接开坑往外逃 应该是没有粉码 你的机会 应该可以移民空线 一分二十八秒八六 五分 那这局已然结束 其实我觉得在目前的一个积分啊 积分赛之下 竞速要大于道具 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 先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下一轮竞速吧 是的 上一场是有的 关键还在下一局道具了 下一局道具的压力要比竞速大很多 是的 没撒一遍道具一点问题没有 今天悟空又收获了几张记录图啊 是 阿尼也有收获 是吗 还是可以的 没错 所以说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道具的一个发挥 没错 为年轻人定制的高端旗舰真我GT2系列 1月4日正式发布 多重性能全倍升级 一键释放强悍性能 助力选手超越极限 是在1月1日起以高智能风筝市为主题的第13期仍要寻找火热开放 本期新增 保兴兑换 车手们可以兑换经典套装资源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是的 进入到组队道具赛环节 上一场结束的话是 伊斯达以4比3战胜了RWK 而在2021年同样 伊斯达也是战胜了RWK的道具赛的 看一下刚才的一个分数呢 RWK里面是20分 整体成绩都不算特别快 130对78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最大分差了 差不多了 主要是因为今天 是刚说完 蓝可能 能完成比赛了 然后结果就今天有三次 忽然间的